大家好,我们现在在顺丰这打包 昨天云的物件基本上都包好了 昨天晚上给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两天的收获 熬来不易,出去挺快 然后师傅帮我们也打包了好久 这大大小小的应该有十几箱 这两天还会在德州这边继续找好的物件 好的精品,倒是分享给大家 这一波全咱们的 这整个会室都是,来进来看一下 整个会室都是地上堆满了 这堆场面很壮观 带你们走一走,看一看 好多他们都是上午在运河古安城那边摆地摊的货 然后又拿回来了,上午又拿出去 这样来回倒 大概喵叶,有年份有品质的都很少 来看看这边吧 是晚清的,晚清的落乾隆款的一个浮雕 我们昨天买了一个,那个双龙瓶,龙凤的 也是这个年份晚清,所以乾隆款有点摇裂了 这个多少钱,说一下价钱 这个八千五,一样的 也是写的功和欣喜 这过年比较好,放假了 正好印记 还是可以的 拿着换一下 看一下细节 这种堆树的人物 这个童子 跪着手上,托着一个绝杯 禁酒图 这是一个福星还是什么 送喜,送福的一个花片 缺豆 缺豆,中豆 中豆得豆 行不行,跟着那个叫,我给你拿走 我自己拿 这边呢,是一个文物公司库出的一个四方茶叶罐 浮雕的,青花地 浮雕龙文的一个吃龙,四方茶叶罐 这个东西比较开门 然后清中期的 这个就是说呢,虽然不是扩案的大货 但是也算是比较小精品的一个品质和东西 然后这个就,那你帮我包起来吧 把这两个拿下算 我刚才干了第一件东西 一个雕塑的一个大瓶和一个乾隆的四方罐 这两个都不错 都给算是捡漏的价钱 到这还是捡漏的 这个房间遇到一个老朋友 以前都交流过的 然后这看到它有个葫芦瓶还不错 青花繁红 然后葵龙,开窗葵龙的一个葫芦瓶 这个还比较好看 造型比较好看 这个拿着啊,老朋友都会让给我一个 这有一对这个罐子 晚清歌又青花的罐子 下面有两个小鸟 成对的,左右对称 这种属于左右对称成对的 全品一对,这个还是比较好看的 可以考虑一下 去上海了 被隔离了 所以现在不是很好跑 免费 免费还行 还有管吃 管吃 那你旅游期间当于 抱着抱住 就是难受一点 我把我的力让给你了 过程都不重要 重要是结果 结果还是 行行行,不说啊 可以可以 这个老板挺实在 我也愿意跟他交流 那就拿下 给老板谈了一下拿下 老板说让利让利 这个我觉得做一个川普 还是可以 实际不是很大 但是还确实比较精细 从质彩通光彩 看东西看品质 看它的做工 而且你看这种彩头 几乎就没什么有毛病的地方 都是比较干干净净的 彩头很完整 上面是松石绿地 梅花纹 然后镶嵌的这个啤酒花 做工还是很精细的 这种品质还是蛮高的啊 老板有淘一个这个 那就搞这几个吧 好吧 那帮我包一下 咱们就挑了这几个 我觉得还有品质不错的 给大家带 我打包装 这里一件 两件 三件 三件东西 有个各有青花人物瓶 我跟老板再拿一个 这边东西还不少啊 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也算个珍珠瓶 豆青 广采花鸟图的 非常经典的一个画片 上面还加上青花加白的冷物 这个漂亮 松树底下 这个冷物图 这个造型题材就很好了 很高级了 然后还是完整的全品的 其他没忙 就挑了这个 其他的就没挑什么 那这个包子吧 包一下包一下 好 好 好 字幕 李宗盛